虽然我们在绚丽的倒计式效果 这个课程中学会了制作一个看似很绚丽的demo 但是对于converse而言 我们在这个demo中所用到的技术还是相对太简单了 下章非常全面的介绍了converse绘图的方方面面 相信如果大家学习了这个课程之后 会对converse有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了解 这个课程所牵扯的demo也比较多 我们将首先从最简单的直线出发 复习我们学习的使用直线绘制图形的方法 研究我们在这个课程中没有讲到的 有关直线的其他一些细节 进而使用直线来绘制更加复杂的图形 比如说五角星 我们将很快利用我们所绘制的五角星来绘制一片星空 进而通过学习渐变色的使用来优化我们这片星空的效果 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的来研究曲线 并且利用曲线制造出圆角矩形来绘制一个2048的棋盘格 那么大家已经可以尝试使用converse来制造一个自己的2048游戏 我们也将研究更加复杂的除了圆弧之外的曲线来尝试绘制一角弯越 并且把这一角弯越置于我们之前绘制的一片星空之中 并在这片星空的图案下加入更加复杂的样条曲线来表示一片大地 我们更将学习如何在converse画布上来书写文字 那么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使用converse来构建近乎所有的程序界面了 当然了我们还将探讨很多高级的话题 比如说阴影的使用可以让我们的图像更加的灵活多样 使用全局透明度的概念让我们的绘制图案 附有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 我们还将研究不同的覆盖效果 在我们绘制多个物体的时候 给予我们更多的更加丰富的选择 这些覆盖效果能帮助我们创建出更加奇特的动画效果 我们也将学习如何创建剪影的效果 创建出珠这样的类似探照灯的效果 探照灯的形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探照灯的方式也可以是个性化定制的 这种剪纸的效果能让我们创造出更加灵活多样的图形效果 当然了我们还将进一步的学习 如何在converse中与用户进行交互 那么有了这种丰富的交互能力 就能让大家创建出更加有意思的converse应用程序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学习 如何使用我们之前的web编程知识 来创建出能够和converse进行互动的这样的应用程序 在最后我们还将探讨converse标准的未来 来实践看看converse之后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更加激动人心的特性